F35又又又又升级了 火力军感觉落马公司像是得了一种病 一天不升级F35就浑身难受 这波9月15又打算投资1亿美元 开启卡雷达计划 打算给F35来一身套装 让他出门也有小弟在前面探路 按照落马公司的说法 这1亿美元主要用在三个地方 2000万美元用来升级F35并研制无人机 4200万美元用来研发AI系统 还有5G跟一个开放式架构平台 剩下的3800万美元则融入美军全新的JDO概念 用来研制战斗空间倍增气 包括整合低轨卫星网络 提高视距外状况感知能力 以及各种配备在卫星和无人机上的 先进感测系统等 也就是为战机和无人机提供超视距通信的低轨卫星 以及涵盖穿透感测器的前线生存平台 美军之前描绘未来空战 就是一架C130当作空中母舰 抵达目标位置后放出一系列的无人机 紧接着这些无人机飞向F35编队 当F35的飞行员飞到敌方地对空导弹基地时 告诉这些无人机去探查关于敌方导弹的部署 或者是找到某个目标 之后F35再根据无人机收集到的数据 判断几方战机会受到哪些威胁 之后再选择走哪条路 或者让这些无人机替自己挡导弹 而卡雷拉计划就是研究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技术 无人机F35与无人机之间如何沟通 也就是分布式协同作战 这三部分我们具体说 其中第一项升级F35与研制无人机 升级F35也就是在上面加点高科技 花不了多少钱 无人机也不能称之为研制 应该说是非更准确一点 臭油工厂在9月14日时对外宣布 打算对急速赛车手 也就是给F35配备的无人机进行飞行测试 它是按照最新的数字工程和制造技术开发的 具有模块化架构 可以相对轻松的针对不同的任务进行重新配置 还撞了折叠弹出式机翼 宝形进气口 整体造型考虑了隐身效果 除了使用C130携带之外 也可以通过F35A战机的外置挂架投放 是一种一次性模块化多用途飞行器 成本将远低于200万美元 对于动辄数千万美元的航空飞行器来说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相当实惠了 注意 急速赛车手无人机并不是不能回收 它机头模块是可以换的 但如果模块化机头装一个特别贵的传感器 那就可以采用降落伞系统进行回收 它的战斗模式就是无人战机与有人战机配合 也就是美军之前说的中程辽机 但新的急速赛车手要比中程辽机更好用 在原本的计划里 中程辽机是充当有人战机的小弟 负责情报、监视、侦查、作战及护航等任务 有一种大哥去哪我就去哪的感觉 澳大利亚在2019年加入该计划 中程辽机计划能确定的数据包括机身 长约11.7米 航程达3700公里 机上搭载电子战系统和各类传感器 预计到2025年服役 成本控制在200万美元之内 不超过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 只是研究了几年 美军发现看上去高大上的中程辽机 在实战中可能不仅帮不上任何忙 反而会拖后腿 在未来战场 敌人的防空探测距离会更远 网络化更好 操作速度更快 武器更加自主和精确 未来的战争在地理上和领域之间更加分散 需要更多的作战节点和平台之间的通信范围 所以空战的核心肯定是用各种不同的无人机 组成的多层分布团队 与有人驾驶的飞机协同作战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国的六代机研制计划里 都是以有人战机配合无人战机作战 只是中程辽机中的无人机是以相对僵硬的方式 与有人驾驶平台捆绑在一起工作的 如果无人机没有在速度或雷达信号方面 与有人平台匹配的话 那么中程辽机无人机反而会向敌人的综合防空系统提供己方的位置 增加自己被暴露的风险 基本上可以看作间谍 一款能够先于F35执行空域或是在远离F35战机的空域飞行 并执行相关自主任务的无人机才是最有效的 至于中程辽机的性能各位也不用把它想得很高大上 它先进的主要是理念 无人机就是一天头 而且讲究的是便宜好用 而在控制成本、限定造价、局限技术的背景下 无人机的探测、攻击能力不会比有人战机更强 没办法搭载和有人战机性能相同的相控阵雷达 所以无人机在战场中很难展现出更好的作战性能 也无法应对高烈度环境中的作战 强行与有人战机搭配很可能成为后者的累赘 无人机的主要使命还是侦查以及中低烈度作战环境中的攻击 最好的选择就是让无人机回归原本的角色 甚至不需要有人战机 不同类型无人机之间就可以组成掌机与疗机 戳友工厂就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分布式架构 早期的概念探索甚至打算用一颗卫星 而不是一架飞机当作有人无人团队的老大 现在已经在研究如何利用低地球轨道卫星群的摇杆器 为下一代空中优势飞机 或正在执行任务的B21提供情报 只是到后来放弃了这种无人无人的配合 因为AI系统还不能满足现在的战争 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算法 也就是软件 所谓的学习训练 无非就是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而这个分析方法归根结底就是程序员敲笑的代码 最底层的运算逻辑和两元电力的计算器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没有脑子 只会死板的运行代码 无法完成那些需要脑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空战的哪些环节需要脑子 简单来说所有计划外的事情都需要 战争是一件高度对抗性的事情 破坏对手计划是日常工作 计划内是幸运计划外才是常态 所以人工智能必须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 写入代码 先不说这事能不能做到 即便做到了 电脑的计算量也快上天了 在实战中 图像识别加上各种建模 相当于一个超大型战争游戏 这种计算量可不是现在军用芯片能扛得起的 下围棋赢了人类的AlphaGo 体积有房间那么大 空战能赢人类的计算机 体积怎么也小不了吧 这让飞机怎么带 所以就需要一个有人战机在前线指挥 忠诚聊机与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区别 就是有人战机在哪的问题 之前的忠诚聊机就是有人战机去哪我去哪 急速塞车手就是老大坐在后面 哪危险我去哪 就跟咱们下棋一样 你不能把所有的棋子都放在后排 让国王和王后暴露在前排 如果当无人机在前排的时候 国王想出去嗨或者出去找事 那么就可以让无人机去目标附近 然后让他们把收集到的信息报告上来 之后F35再根据这些信息判断 走哪一条路更好 这就是F35与无人机的分布式架构 这种无人机可以在空对空战斗中 扩大有人战斗机的作战范围 包括进入竞争机类的空域 中间无人机理解F35下达的指令 与对信息的判断 就属于是第二部分的AI系统 如果飞行员还要指挥无人机干活 这任务量也太重了 还不如原来的F35机组或者全无人战机 一个是保证可以完成任务 一个是不怕损失 所以卡雷达计划的重点就是AI 一种用于无人系统的人工智能大脑 可以满足一架F35控制多架无人机 臭佑工厂从2000年代就开始研究AI无人机 刚开始的时候 AI做出的行动决定在战机飞行员眼里 那就是乱跑 但是AI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一直学习 之后臭佑工厂不断收集飞行员 对AI行动决策的相关意见 现在的AI系统已经逐渐能满足飞行员的需求 卡雷达计划里的AI无人机可以针对 不同战机飞行员及时调整行动决策的自主程度 老经验的飞行员可以对无人机群下达较为精确 更符合其过往经验的命令 而新手飞行员也可以选择信任AI 让他自行决定无人机群的行动 即使一名新手飞行员 也能像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样 知道如何在多机飞行中操作 甚至领导这样一个有人与无人机特遣队 而且戳友工厂还跟美国的空军试飞员学校搭伙 在F16上安装了大量自主性和人工智能软件 研究这些平台装备是如何协同完成特定任务的 这些高度改装的F16也就是X-62A 这几年美军一直都在用这架飞机测试中程辽机 通过在无人机上配备被动传感器 让无人机自己根据传感器所观察到的情况来判断 并对行为进行评估 所以无人机不需要太多飞行员进行人在回路中的操作 甚至说之后的无人机还能像模拟对手一样 与飞行员来一场进行真正的空战 飞行员提高自己的熟练程度和技能 如果可能的话 无人机一旦具有某些人工智能 那么未来空战的难度和级别就会上到另一个档次 最重要的是 落马的投资不是没用 美国空军也自行投入AI系统开发工作 以及波音MQ-28中程辽机等计划 用在未来的NGAD战机上 基本上都是未来与AI无人机群之间的协同作战网络建构 美国海军也有一个NGAD计划 二者的目的都是打算开发一系列先进的空战技术 包括研究新的隐形友人战斗机 各种无人机 以及与之配套的新武器 传感器 网络和战斗管理能力 身为F22 F35生产商和NGAD竞争者的落马 投资卡雷达计划强化自家AI系统竞争力 就是未雨绸缪 感觉F35就像是一个小白鼠 先试验一下 升级的最后一部分看起来很高大上 其实内容很空 因为它就是美国全域作战计划的一个小螺丝 2020年 美空军部首次将联合空域作战概念写入空军条令 打算在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所有五个战争领域 开展新型的协同作战 与全球竞争对手在各种激烈的冲突中竞争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也就是以任务为中心 减少对指挥官行动指示的依赖 在失去指挥联络之后 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自主规划行动 打破传统的军种之间的界限 如何各军种的各个作战要素 面向战场任务实现军种间的无缝联络 将信息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只是实现它的难度很大 要真正实现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需要消除各武器系统之间的冲突 还要有一个协调各作战单元一体化作战的系统 这样才能够提升跨军种的联合协作能力 就比如作战云和一个智能AI 这个AI比我们今天说的智能无人机更难 全域作战的AI可以看作是26个英文字符 而智能无人机就是一个A 才刚刚开始 所以关于全域作战 目前美军还没有出台明确的需求 只是在概念上 非正式的确定了一些广泛的需求 在构建联合全域作战的进程中 虽然各军种都表示有合作意向 并且采取了具体的行动 但要真正联合海陆空天网六大作战域 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 F35的升级顶多实现一些功能 算是一个小零件 总的来说 这次F35的升级感觉就像是送的 为六代机NJAD存点好东西 毕竟技术不用那就浪费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美国的六代机NJAD 什么时候能服役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Tube上一则 1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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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呗 7呗 7呗 10呗 7呗 9呗 7呗 10呗 7呗 2呗 7呗 7呗 9呗 7呗 谢谢观看